行动管制期青年级体育部前部长塞沙迪住家被抱窃 他置放在住家保险箱内的25万令吉财物不易而非之后 谣言四切 当事人就否认这笔钱来自土团党 警方也证实逮捕了一名嫌犯协助调查 塞沙迪在脸书贴文指出 昨天晚上报警之后警方已经上门搜证 根据报案书 他最后一次打开保险箱是这个月13或14号 不过昨天打开保险箱时 款项不见踪影 另外针对第三电视报道 塞沙迪失窃的25万令吉是土团党资金 当事人郑重否认 要求第三电视道歉 以及呼吁各造 不要对案件诸多揣测或散播不是消息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聂伊查尼证实 逮捕一人住查 并且援引刑事法典380偷窃条文来调查案件